郭北婷在2019年 与交往三个月的向左闪婚 隔年生下女儿 在事业登上巅峰的同时走入婚姻 婚后也专心在家庭上 未在有戏剧作品推出 今日随着向左爆出出轨丑闻 有网友挖出过去他受访时 谈到对婚姻的看法 当时他表示以前的自己并不想结婚 因为他不想变成一个男人的附属品 害怕男人觉得我们只是一个 可以结婚或生小孩的女人 随后强调结婚生子是因为自己愿意 而不是因为觉得到了该嫁的年纪 透露部落婚姻不是屈旧 也没有想要嫁入豪门 而是真的愿意跟向左共度一生 不过一直追求经济独立的郭碧婷 婚后曾被向左提出不要工作 在家相夫教子 而他近三年来一连生了两胎 演艺事业几乎可以说是处于停摆的状态 让不少粉丝都相当心疼 感叹他活成自己最不想要的样子